迪士尼公司近日宣布 未来五年内将投资1亿美元 协助全美儿童医院 打造拥有迪士尼乐园主题的就医体验 迪士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卢伯特艾格表示 公司的梦想工程师将与医护人员合作 利用迪士尼最受欢迎的卡通人物和传奇创意 为前来就医的儿童和家属 设计更温馨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帮助他们度过医院里难挨的时光 从病房设计到床单 衣物 游戏 以及可以互动的神奇壁画 孩子们各自喜欢的卡通人物将全程陪伴身旁 除了娱乐设施 迪士尼最新电影电视节目均可随时播放 此为迪士尼学院还将为医生 护士 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高品质客服的训练 我们选择高品质的高品质 保护这种情感性的健康 幼稚者和家庭 医院总裁马克华来士 回赠了一张迪士尼本人 1952年在德州儿童医院建设期间 特地托人创作的设想图副本 该医院1954年正式对外开放 本来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及下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子